HELLO 大家好這是Nexus 今天要講談的是 關於以前學藝術的時候 他有一個過程 那所謂的過程就是說 簡單的來講就是 直接進主題 過程的時候是做這一個 因為剛開始學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學 所以看了這些不同的書 他會講一些不同的狀況 那後來我學的時候 我大概了解到是這幾個東西 過程 所謂的藝術的作品的過程 那這一個部分是做電繪 電腦繪圖的東西 所以說跟那一個 一般做比手上 用那個筆去上色 筆和美術的用具去上色 會有所不同 那他主要是做這一個 金雞土色 接下來是陰影陰影 然後陰影二影 然後有一些塗膜 然後在上層的時候 就是做去紋理覆蓋 那去紋理覆蓋 主要就是用Photoshop的去 處理他的顏色 然後調整一些像是 加入一些高光 加入加了一些 有點像是 模擬相機會出現的光源 這樣子的概念 好 那我們這個放到旁邊去 所以 所謂的這個做處理的話 看著 這一個比較明顯的是做這個的 處理看一下 來 首先 今天講什麼叫做基礎色 這張圖 基礎色是這張 這一個東西 然後把這一個 來 等一下齁 右邊這個是 綺好的線稿 那綺好的線稿部分 上色的時候是做 左手邊的上色 那做原色設定的時候 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是做角色設計的話 那你當然就畫的東西 必須要分層分色 譬如說 髮型一種一顆圖稱 然後耳機一個圖稱 衣服 褲子 然後鞋子 都各一個圖稱 然後那我當然講 這個東西是做需求的 如果你有這個的 你有做調整那個 顏色的需求的話 可以用這一個處理 去做處理 好 好那來看一下 基礎的部分去做處理 好那來看一下 首先最基本的就是 基礎是做 草稿線 那草稿線來講 你可以做 重複很多次的重複 修整 重複的修整 然後做 譬如說 像這個東西 我用了三種顏色 黑色 藍色 紅色 來做中間的區隔 讓我來看一下 藍色是做背景 紅色是做 頭 紅色是做 人體繪製 然後 黑色則做 所有的東西的 描線 像 總共 你在草稿圖 盡量 如果你是做 上色 所有的東西都要 呈現在你的草稿中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 現會 你的後期是很難修改的 那如果是 你只做 後圖的話 那其實後圖 就有 圖一圖就 蓋掉就 而已 但是草稿圖的話 你是依賴 現稿 所以 萬一 你發現 你東西少了 那個東西多了 說的是 你東西畫錯了 你要重畫的話 你就要 確定你 首先你要確定 你的圖層在哪裡 然後是屬於 人物的圖層 物品的圖層 還是說 背景的圖層 然後 你再去畫 掉 怎麼說呢 比如說 左下角一個 左下角 沒有包包 那我右邊 右下角包包 我就必須怎麼辦 把所有的蓋住 把那個部分的 把那個部分的 草稿圖 把那個DT的磚塊 是女 是主角把它做 做在上面 所以我就得在旁邊 包包旁邊 把 用 塗白 或者是用 看你是要把包包做塗白的處理 然後 或者是說你要把那個 那個線 擦掉 總之你要蓋掉前面的東西 然後再重新描繪一次 草稿圖要去描那個背包 然後 再去用 線稿再去描繪一次 所以 相當於 後圖的 一下子就可以處理完 這一個 就是相當的痛苦痛苦 草稿圖的 線繪圖的 就是修改的過程 是非常的痛苦痛苦的 好 好 那我先看一下這個 那另外一個超高的時候 這一個就做這一個的超高一樣 然後 一樣做超高的部分做 左邊是做這個 藍色線是做水平線 然後這一個鐵橋是做這一個東西 然後 這一個是做出力 然後旁邊有各式各樣的 紅色是做背景圖 然後後面有加一個藍色是做小小的建築 然後來看一下 呃 主角眼前有一個花朵 這一個 叫做四線圖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說 製作人物的線 人物的那個 四線引導 所謂的四線引導 就是說 主角在看著左中西 會 他的眼睛會 往下 像這一個是往下看 所以人的就會不自覺跟著他的眼睛往下看 就會看到他正在看一個 花朵 那這個就是做為四線的引導 好 好 那這一個一樣是做這個的處理 遠景呢 是做這一個的處理 那一樣是做這一個是做 比較類似 塗抹的東西 然後加上一些些 加上線稿上色 所以這一個是做處理 可以看到這一個 右邊是 他的主角的後面有 建築物還有 雲層啊 以及 樹木 這一些去做處理 好 就大概知道一下 好 那 再看一下 這一張圖 一樣是 你把所有的這個東西 比如說 主角的動作型態 然後還有旁邊的 什麼的音響啊 然後有圖片啊 台灣的圖 我應該是畫的是台灣的圖 對 有一張台灣的圖 這一個 好 那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就是做這個的處理 然後 當初我左邊的時候 是佔了一大塊 是說 他是做 蓋住的 所以我預期是這一塊是大量的 櫃子和牆壁的遮擋會 有大量的黑 大量的黑 大量的黑 大量的陰影在這一邊 去做區隔 但是後來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好 好 後來的結果是做這樣子 然後 我的這一個 牆 我的牆 跟那個 玻璃的東西 並沒有去做處理 所以 我得說 我這張圖畫的很爛 因為 我東西忘掉了 東西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能力 能夠做那麼多的 複雜的結構 以及做 以及做 顏色阿 光影阿 我個人建議說 如果你要畫的話 你就去找照片 去做 臨摹 或者是做修改 最後的 來看一下 好 這個沒有 好 這個很重要 來看一下 他是做 基礎 陰影 還有最上層 來測一下 最上層是什麼 就是這一塊 上面有一個光 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 黃色的光 黃色的光 然後最旁邊沒有光 所以你看不到它 好 然後來看一下 那一樣這個是做 描繪線圖 然後描繪描繪 然後 根據你事後的那個 顏色會去做改正 好 來 最後看一下 有這一個光影 就是在上面上面 然後最後的改動是做 黃色 黃色 然後後面是做一個 狗 一隻狗吧 好 然後來看一下 最後的看一下 就是做這一個 所以來去看一下 你的做的東西 開始製作 在最後的東西做複習 最後 先將你的顏色 基礎的 你今天做現稿是第一個 來看一下 限稿 限稿處理 限稿處理 這一個 然後接下來 第二 步驟做 做原畫 將 不是 做原色的設定 來確定你的場景的顏色 以及各個物件的顏色 好 好 來 最後來看一下 這張圖 顏色的部分 去做 我個人很喜歡這張圖 因為我覺得 它的顏色處理的 非常的漂亮 左上 黑色 左上是在暗處的部分 然後 接近於 藍色的基調 因為 暗色 基本上就是 偏向暗色和白色 基本上就是 偏向冷的色調 好 看一下 黃色 黃色部分 就比較偏向溫暖的 黃色和橙色 偏向溫暖 然後來看一下 這一個的 火堆 木材堆裡面 有 也是做 暗 比較暗 有一些些暗的 然後 左上 右上角 完全沒有光的部分 所以全部都是最暗的 我覺得這一個的 做設備的非常的好 上面有一個磚塊 所謂的魔鬼出在細節的身上 你把每一個磚塊都有 上面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上面嗎 有沒有上面那個磚塊 都有一個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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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個人覺得說 這一個就是非常重要的細節 你會用這個細節的話 你就做得很棒 那如果你沒有注意細節的話 你就會覺得你的畫面和你的表現程度怎麼那麼的差 這一個的右下可以看到它是做光影的時候 然後照疊了黃色的光 那一樣它是做細節的部分是做左下角有一個 有一個 軌道 這個就是我說的那個修改很麻煩的背包 那還是要重新畫線有沒有看到 確定了那個大小以及做草稿 然後描完線之後 你要後面那個遮掉的 原本畫掉的那個背景 你要重新描線 所以草 線稿其實是相當的 非常前期就要定好所有的細節 那這一個和塗抹不一樣 後圖是說你畫完之後 你隨時想要畫新的東西 你就用原色疊上去 然後再去做陰影光的塗抹 就直接完成了修正 它是 線稿只是做重在線條 所以你每一個東西都要改線條 把線條改過一遍 才能夠做處理的動作 好 那我就想這一個過程 我們繪畫的過程就講到這個地方